俄乌局势方面 俄罗斯国防部9号发布 在敦涅茨克地区摧毁无军防空系统的视频 即后俄罗斯媒体报道称 被摧毁的防空系统 包括了两套美国制造的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 俄罗斯国防部就声称 俄军使用伊斯坎德尔战术导弹系统精准地击中 并且摧毁了在敦涅茨克的波克罗夫斯克村地区的 乌军S-300防空导弹系统发射器 即后俄通社就引述消息人士表示 视频当中一共有三套防空系统被摧毁 除了S-300防空导弹系统之外 还有两套是美国制造的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